11月24日 居俊叶被曝18年12月去过台北 他还配文 很久没来台北了 今晚在台中与你见面 众所周知 居俊叶在台北并没有什么朋友 难道是来见大S的吗 离开时 居俊叶还期待下次台北之旅 居俊叶的好友曾透露 为何他这个年纪还不结婚 好友表示 居俊叶正在和已婚人妻在交往 而且对方有两个小孩 大S曾在幸福三重奏中唱对方的歌 由此来看 两人极有可能之前就已经联系上了 大S在节目中给汪小飞做寿司 并特意强调 韩国人就是这样吃的 最后汪小飞无奈全不吃光了 去年居俊叶突然在手臂上 纹了两个纹身 分别是姬和龙 正好是居俊叶和大S的身相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天使图案的自清 巧合的是 大S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背部也纹了一个天使的纹身 估计是代表某种意义 此前台北曾爆料 大S结婚之前连续上了居俊叶 张兰也在直播间透露 两人三年前就频繁通话了 一通电话就到一起 完全是大S自编自导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